民進黨當局一貫的話術 或者是所謂的認知作戰 說宏都拉斯就是被中國大陸引誘 經不起金錢誘惑 事情真的是這樣子嗎 台灣真的是一個渣男 那請問你 你360億給小三立陶宛 去買豪宅 你該做何解釋啊 一個邦交 我加起來23億 一個上過幾個月的Motel的立陶宛 就12億 那你就不好意思 泡出來拍記者位了 痛罵 宏都拉斯 這種外交的行為 不是標準的渣男行為 那我們就經常問這個問題 像宏都拉斯跟台灣 已經維持邦交關係80年了 在這個80年裡面 不管台灣面對任何困難 宏都拉斯從來沒有離開過台灣 也不管台灣是興盛還是衰弱 宏都拉斯也都沒有 那如果中國大陸真的有金錢攻勢 那早就該斷交了啊 像日本美國很早就斷交了啊 那為什麼宏都拉斯現在才斷交 所以這個民進黨當局一貫的話術 或者是所謂的認知作戰 是針對台灣老百姓的 說宏都拉斯就是被中國大陸引誘 經不起金錢誘惑 事情真的是這樣子嗎 八十幾年耶 收斷就斷 這個原因總該檢討一下嘛 不檢討則以 一檢討起來 台灣真的是一個渣男 而且這個外交工作可以稱作渣男外交 我們先從最近啊 民進黨啊 興高采烈說 台灣跟立陶宛有建立很好的關係 那我們就來看看什麼叫很好的關係 立陶宛的國家很小 人口只有兩百八十萬人 也就是立陶宛這個國家的人口啦 原則上比台北市還小 一個比台北市人口還少的國家 你用什麼方式跟他建交呢 沒有 立陶宛沒有跟台灣正式建立邦交關係 立陶宛也沒有承認台灣 都沒有 那只是雙方面互設一個代表處 那台灣就奉上什麼 新台幣360億 也就是美金12億給立陶宛 等於280萬的立陶宛人 每一個人可以分到1萬多元的新台幣 比民進黨政府最近要發給台灣的居民 每一個人6000元還要多一倍 那用這樣子的收買立陶宛 是不是金錢外交 是不是砸錢給立陶宛 當然都是啊 那重點來了 立陶宛 以許台灣去設立一個代表處 這個代表處是什麼 這個代表處叫做台灣人在立陶宛代表處 它的英文名字叫做台灣Nees Representative Office in Louisiana 我就不懂啊 為什麼會用台灣人代表處呢 為什麼不用台灣代表處呢 這個在外交場域上面 你講台灣人代表處就好像是一個流亡政府 一個完全不承認台灣是一個政治實體的 像什麼庫德族代表處 這樣子的一個用語 這對台灣的尊嚴是很大的傷害啊 民進黨在中文的時候就用台灣代表處 在英文的時候就用台灣人代表處 你到底在騙誰啊 然後為了這個代表處 獻上了12億美金 360億台幣 等於給立陶宛人每一個人1萬多塊台幣的這樣的待遇 那好 回過頭來說 那立陶宛在台灣設立什麼代表處啊 設立一個叫立陶宛貿易代表處 連說在台灣在台北都沒有提 而且不是立陶宛代表處 這種有政治實體的概念 而是立陶宛貿易代表處 有沒有搞醜啊 這樣就值12億美金360億台幣啊 那換句話說 台灣現在跟立陶宛的關係啊 是沒有合法的正式的邦交關係 然後跟宏都拉斯是有合法的正式的邦交關係 宏都拉斯看到說你給立陶宛有360億台幣 所以他開口跟台灣要90億台幣 90億台幣就是3萬美金啊 說要修水壩啊 蓋醫院啊等等 這個正式的邦交關係最後被台灣啊 延遲拒絕 覺得這個太貴啦 那我就用個比喻啊 至少宏都拉斯跟台灣有正式合法的外交邦交關係啊 這個就像什麼 有正式合法分音的什麼的一個正攻的關係嘛 然後你跟立陶宛啊有沒有合法關係啊 沒有啊 偷偷摸摸的關係啊 流亡政府的關係啊 叫台灣人代表處 這什麼傻玩意兒的東西啊 這個簡直就是什麼 一種偷情出軌的這種小三的關係嘛 你給小三 也不過認識沒幾年 你就給360億讓他買豪宅 那個宏都拉斯正攻要求90億來修破房子 你不肯給 他不肯給 現在宏都拉斯就肅請離婚啊 好 叫嘛談不成離婚你就算了 結果呢 民進黨有多渣呢 他找他一個頭號渣男姓吳的 跑出來開記者會 就痛罵 宏都拉斯 浪費 虛手無度 竟然還有90億新台幣 去修水壩 去修醫院 那請問你 你360億給小三立陶宛 去買豪宅你該做何解釋啊 宏都拉斯做一個正攻關係 一比較他當然不值得跟你台灣 這是渣男打交道啊 然後 兩國絕交不出二言 這是一個國際上的慣例 結果吳釗燮跑出來開記者會 痛罵宏都拉斯 還說他負債累累要求 還有個20億美金的債務要求台灣幫忙 又不是要你台灣付啊 20億也不是要你馬上付啊 只是慢慢去跟他的債權人去協商解決啊 沒有需要馬上付啊 請問你一下 一個邦交 國加起來23億 一個上過幾個月的Motel的立陶宛就12億 那你怎麼好意思跑出來開記者會呢 還痛罵 宏都拉斯 這跟那個渣男 絕交的時候 把那個什麼私密的錄影帶拿出來公佈有什麼兩樣 這種外交的行為不是標準的渣男行為嗎 所以台灣一直在玩這種渣男外交啊 渣男外交還撐得下去嗎 我看隔兩天的巴拉粿也差不多啦 所以我是覺得 你台灣的民進黨當局怎麼會玩這種遊戲呢 對小三特別的好 對政工特別的 柯克 錢的問題 好解決 問題你怎麼會給小三那麼多錢 又覺得對政工斤斤計較 這怎麼回事啊 然後政工要跟你離異 又出來開記者會痛罵政工 你怎麼不出來罵說你被立陶宛騙啊 剛開始敲鑼打鼓 好像台灣跟立陶宛關係都密切 就搞了半天 開出來代表處叫台灣人代表處 這明白就告訴立陶宛人說我是小王代表處 立陶宛在台灣開的 叫立陶宛貿易代表處 不是公然在告訴大家嗎 這是小三代表處嘛 兩邊都沒有正式的身份 都沒有合法的名次 都沒有 也不敢叫老婆 也不敢叫老公 叫一些奇奇怪怪的名字 這不是渣男外交是什麼 看著全世界的外交界 都覺得是個 一場大笑話 你明明就是被立陶宛的小三騙了嘛 他也不會搞出一個立陶宛貿易代表處啊 好像是一個公司 好像要跑來台灣 開個貿易代表處一樣 民進黨政府怎麼會把外交玩成這樣子呢 如果有些睡眠問題的話 可以來試試看 我們網網推出的這個夢夢水 睡前30分鐘喝上一包 就可以讓大家清爽無負擔 告訴大家在哪裡購買 這個地方有我們QR Call 掃描一下就可以到快點購 網站上頭來購買 這裡有我的推薦代碼 CTI321 要請大家多多支持 謝謝